台九线296.7公里处早上8点多发生一起严重车祸 消防局抵达现场撞击路数车头凹陷 而车上是一对夫妻已经身受重伤 分别送往慈祭荣民医院救治而丈夫重伤不治 一台白色轿车撞击路数车头凹陷 这在台九线296.7公里处发生了一起严重车祸 警方初步调查由69岁许姓妇人开白色小客车 载着90岁的陈姓老公沿台九线向北行驶却自装露数 女性驾驶全身多处擦伤 送往慈祭玉里医院抢救当中 而男性副驾驶则是头部受创 左脚骨折 现场已经失去呼吸心跳 紧急送荣民凤林分院来抢救 仍然伤重不治 指挥科派前位于台九线296.8K处 有一部自小客车车祸 车上有两名伤犯 与车内受困 派前户里腰梁91 轴西91 事业出勤 到达现场 抢救人员利用坏器材 伤犯处置 轴西91后送一名女性 于益池就医 护离91后送男性 送益龙就医 警方表示 许姓妇人有心脏疾病 驾驶的途中疑似突然身体不适 不过真正车祸原因仍在调查 因为整件交通事故是自撞路数 警方也会邀请相关单位 勘查是否改善道路警示 或者安全设施 以测安全 记者高松松 玉里副理采访报道